圣僧高人为什么礼拜年轻人 这些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高僧 也就是圣僧 不仅精通经历论三藏 而且个个是大成就者 正到了肉身不坏 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样 成为不坏金身菩萨 但为什么他们这么了不得的佛教泰斗高僧 来拜这位年轻人为师呢 竟然接受一位年轻人的教导 他们作为举世难逢的圣僧 凭什么要拜一个年轻人呢 这不奇怪吗 这确实令人难以想通 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只知道这位年轻人 有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圆满智慧 不但达到五名完整高峰 而且各方面的问题都能百问百答 并公开发下誓愿 给公众五年的期限 如有一个对他的提问他答不了 从此滚下法台 他彻底完美地答复了所有各种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把他难倒 这么厉害 他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这层难以想象 而遮盖着内在的面纱 终于被揭开了 原来这些圣僧们 早就具备了大智慧 大神通 他们都知道 这位年轻人虽然岁数不大 却是佛陀的真身 详见系列实况录像 这是莲花生大师的亲城弟子 观音法大成就者 曾任密城四大派教主 西藏历史上的医药之父 桥梁之父 戏剧之父 著名的圣德唐东加波大菩萨 拜拿摩第三十多级羌佛为师 接受羌佛的灌顶传法 crp面色 含团 阻传法 岁公子 在市场内 中西藏历史上 在市场上 地露 杀 杀 你就是當年廉花生大師的弟子 坦坦卡爾夫嗎 Yes, I am Dispore of Gurdwishin 我會收下你作為弟子 因為你是 Gurdwishin 廉花生大師的弟子 當時教教授是清定大伙的 今天要求你本事成話 好,拜拜 中國第一高僧清定大和尚 拜南摩第三十多級槍佛為師 因你找慈慰,因慈慰慈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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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我先定理大成就者 以雲高聖堂上司 弟子行故由 藏民羅桑珍珠 定 下面看到的是洛桑珍珠格西 對記者講述他內心的真話 我是已經學會六十年了 見過上百個所謂藏傳佛教的大人 中國的佛教大人都太學法師 我也跟他相處很久 反正法師,這些大法師 我也曾經受過上六個多種的觀念 但是換了之後啊 對我的影響力 對我的加持力 不如我今天 一天大使 對我的開持力 對我的觀念 如此的有效 所以不經常有心的相信 我是六十年的學法 不如一天 六十年過去了 公道了,不如今天 海民寺的長老 也是現在現任的世界佛教生前會的會長 烏民長老 以及我們香港的祖禮禪師的助詞 一朝老而上 向我們回大佛的算是敵禮失敗 大家看到跪拜槍佛的這四位高僧 三位正道肉身不壞菩薩 穿紅袈裟的更是大卑無量 神通廣大的金剛菩薩 現在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大法王 摄政王大活佛們 一致行文認證覆益 南摩第三十多節羌佛 是真身佛陀 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最多最高認證的 這是史無前例的 而且 羌佛的大悲菩提之心無與倫比 為了單挑眾生的業力 三個月就成了七八十歲的老人 而十幾分鐘竟然脫胎換骨 當下由老人變成了年輕莊嚴像 在場弟子目瞪口呆 大驚失色喜悅若狂 這一突變 彻底印證了 只有佛陀才做得到的 返老回春境界 請詳見對比佛像及說明 請大家在後面定格看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的說明 左邊的老太照片是第一天照的 右邊的回春照片是第二天照的 請大家上網下載或在此定格看完整的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的說明 請大家上網下載或在此定格看完整的聯合國際世界佛教總部的說明 請者上網下載或在此定格看完整 Secret佛教總部 聽聲明 請 請 感谢观看